新年快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文向 在這裡先跟大家說聲 新年快樂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吧 每個人都有新年新希望 每個人都有年度目標 在今年國立的1月1號 我呢看了聖結石大大的 給自己2017的 年度目標 看了非常的有感觸 於是呢我也想要自己 訂幾個年度目標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我抄襲他 沒錯我就是在抄襲 那在這裡我先想幾個 自己的年度目標吧 你可以用筆寫在這個白紙上面 然後當你在這一年過完的時候 拿出這一張紙看 看上面列的幾項年度目標 你做到的幾項 如果你全部都做到了 或是大部分做到的 恭喜你 你這一年過得還蠻充實的 然後也達到你自己所訂的目標了 那如果你一項都沒有做到的話呢 沒關係 下一年重新來過 一年比一年更好 OK 那我現在就要來訂我自己的年度目標了 我已經想好我的第一個目標了 YouTube一千訂閱 然後改名字 一千訂閱這個當然不在話下 那改名字呢 其實原因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想不到 我的頻道改什麼名字 文笑的小小超廢頻道這個名字呢 我真的是想不到其他名字才會用這個名字 然後大家看 文笑的小小超廢頻道 九個字 長到XX對不對 那我現在想到新的名字了 我想要在我一千訂閱的時候 把我的YouTube頻道整個大改版 然後改一個比較容易記得名字 好 我要準備想下一個年度目標了 以目前你們也要想喔 好 我的第二個目標也想好了 每週二六發片 如果我常在關注我的觀眾們 可能都會發現我發片 有一個固定的規律 就是每週的二六發片 那這種持續性的目標其實最難做到 像我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給自己的目標是每週二六發片 那有時候真的趕不完剪不完 我星期二的影片可能就會拖到禮拜三才發 那星期六的影片可能就會拖到禮拜天或禮拜一才發 那今年呢我不想要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然後盡量達到我的每週二六發片的這個規律 那當然以一個高中生來說 每週發兩部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我也不可能像聖結石大蛋一樣每天發片 這個可能要等到我成為一個全職YouTuber才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的目標呢每週二六發片 雖然難但是我還是想做到 那接下來我就要想我的第三個年度目標了 第三點我也想好了 每週運動至少三小時 那我呢一個高二生明年就要考學測了 一直讀書一直讀書然後考試 加上當一個YouTuber要拍片要後製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運動了 但是我講一句網路上一個雖然很髒 但是很中肯的話啦 時間跟乳溝一樣擠一擠還是有的 所以呢我的目標每個禮拜至少加起來運動三個小時以上 那運動對身體當然是好的 我也想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啦 這樣才能繼續散播歡樂散播愛 好第四個我想好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Mai John 我幹了張海報 還有我的ORANGE地點 然後呢這個目標是跟MaiMai有關的 MaiMai的R值13 然後考過紫時段 MaiMai有一個叫R值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沒有看過你的人 知道你的實力最簡單的方法 然後我現在R值是12多一點點 我今年想要R值上13 以後改版到MaiMaiMurasaki Plus 會出紫段位 那紫時段一定會比頭十段還要難考 就是一代比一代難 譬如說我前幾天剛考過陳九段 那陳九段比起陶九段呢 算是簡單許多 那紫時段比陶時段 我覺得也是會難非常非常多的 好我的第五點也想好了 學會三種樂器 在這裡所說的學會呢 指的是可以上台表演那種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把電吉他 那這邊有一把Bass 我分別用這兩把樂器 上台表演過了 去年四月我們社團辦了一個小型陳發 那我也是有上台用電吉他表演 那次表演才算成功 我這高一下的時候 又學了Bass 然後高二上的音樂課才藝表演 我第一次用Bass上台表演 那我的目標不是學會三種樂器嗎 第一種樂器是電吉他 第二種是Bass 第三種就是爵士鼓 我為什麼想學爵士鼓呢 如果我學會了爵士鼓 我就可以拍一個自己的Bass cover影片 就是自己彈吉他自己彈Bass 自己打鼓自己唱歌 然後把它合起來剪接起來 變成靠自己的力量cover一首歌的影片 所以呢 我想在今年學會爵士鼓 好第六種我想好了 再Cosplay一次 去年生日的時候 我玩很大 我玩得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我在機廳 公然的Cosplay 那時候我Cosplay的角色是初音未來 然後我Cosplay打麥麥的時候 我打得初音未來的消失 這張照片我設成我的電腦桌布 那今年我想再Cosplay一次 就是在FF的時候 我要在外面Cosplay 那我目前Cosplay傾向的角色呢 有Ri從零開始異世界生活的雷姆 還有暗殺角色的毛野風 我想要Cosplay這兩個角色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成功達成我的願望 好第七種我想好了 游泳 游玩50公尺 大家可能想不到其實我不會游泳 我體育課考試了25公尺 一次游玩 也是我用了洪荒之力才游玩的 然後我想要在今年學會游泳 一次游玩50公尺 中間不休息 不管是自由室啦 挖室啦 都好 我想要克服我自己最大的障礙 就是不會游泳 大家的年度目標想得怎麼樣呢 我大概還剩下幾點沒有寫到 那現在我要來想我的第八點了 好 我的第八點年度目標呢 體重減到40公斤 其實我身高呢 已經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說男生可以長到大學 長到當兵什麼的 那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其實我呢身高只能長到國三 我從國三到現在都沒有再長高過了 那身高雖然是不可改變的事情 但體重可以 所以我想說呢把我的體重減到40公斤 然後讓自己看起來更苗條更鮮細 這樣整體起來也會比較好看 因為畢竟我的身高這個樣子 我也不適合走金狀路線什麼的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減肥的方法 拜託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現在要來想我的第九點了 好 我想好我的第九點了 把頭髮全部染過一遍 相信大家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我在討論我的頭髮的時候 我有說過我現在 當我的頭髮越長越長了 這邊就是會有金一塊金一塊 金色上面都是黑色的這樣 那詳細的原因呢 我在那部影片已經都講過了 大家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去看一下 好 差不多剩最後幾點了 那我要來想我的第十點 好 我的第十點想好了 靠自己的力量賺錢 以一個高中生來說呢 很多其實是沒有經濟能力的 然後呢 我想我總不能當個靠爸靠媽祖啊 所以我就想在今年給自己的目標呢 訂了一個靠自己的力量賺錢 我想要自己的零用錢自己賺 就是不要再跟爸爸媽媽拿錢拿很兇 好 那接下來這個應該可以算是 就是我的最後一點了 相信你自己很棒 那這個同時也是聖結大大 給自己的最後一點點的目標 不用自已啦 我就是超他的 相信你自己很棒就是 當你在谷底在低潮期的時候呢 只要相信你自己很棒 相信你自己是超棒的 你就會對自己感到驕傲 然後從谷底爬起來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站起來嘛 我現在穿的衣服是我高一的班級的班服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I believe we can 那I believe we can呢 就是我相信我們可以的意思 那當你在低潮期 覺得自己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時候呢 你只要想想 I believe we can 你就會在你的心裡頭 重新燃起一個希望 然後繼續往自己的目標大踏步前進 OK 以上11點呢 就是我給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那一幕前的大家 有想到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嗎 那如果有想到自己的什麼年度目標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喔 那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要追蹤我更多動態 也不妨在下面點個訂閱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那一幕前的大家們